好 这一阵子大家关注活动 其实是来自于林英雄 主张的核四要来废掉 那么现在核四对台湾来讲 算不算是只已经废了呢 核四的问题其实到现在 恐怕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吧 那么希望让民众更了解 核四的存废对我们的未来的影响 昨天新闻在明天5月3号下午的 两点钟到5点钟呢 举行核四存废大辩论 我们会恪守中立客观的立场 由主持人卢秀芳 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董事长 梁启元 清华大学的核公所教授李敏 以及台电核能沟通小组副主任 郑庆红 另外还有非核家园大联盟的 执行长李卓翰 台北大学经济系教授王图发 以及核能专家贺利维 一起来参与这场的辩论了 明天下午的两点钟 请你锁定中天新闻52频道 大家一路来关心 核四存废之后的相关议题 好 那么这个核四 现在到底是算是非了吗 但重点是呢 大家恐怕开始思考 就是要面对真的没有核四之后 我们国家的 特别在整个经济产能动能 特别是跟你我有关的电的问题 这个问题恐怕才是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做关注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 所谓的雷英雄的一个要求 现在算不算是进入到 雷英雄时代的电价结构 即将正式启动呢 我不知道今来你怎么看 我们再请今来跟我们来分析 说我们同步也带大家看看 那没有了核四之后 接下来的一个替代能源 来自于活力发电 有燃煤有燃气 但是呢 燃煤很贵燃气很脏 后核四时代 没有核四之后的雷英雄电价 应该会怎么样走势 这整个的问题的本身 恐怕应该要看 马英九在经济政策上 有非常大的一个重挫 因为2011年的国光石化停建了 然后2014年的 现在核四是封存的 所以我们的经济开发的主意 这从以前1980年代 那时候在讲说要开核四以后 大概都是用这样的一个主轴 在做经济开发 经济开发 到现在30年 这30年下来 其实世界在变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也变化了非常多 那我们确实有制造业 可是这个制造业 现在叫资本密集 它的工作机会是少的 我们中间也经过了 非常大一波到西晋 那非常多的制造业到西晋 现在也出现了问题 我们看到保存 这次上周用了非常大的篇幅 在谈西晋后的这些产业 后来面对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经过了非常多30年后 台湾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这里面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需要多少的电 那我们也走到服务业 那服务业的比重 已经现在出现到3到7的比 那服务业需要的电有这么多吗 那整个来讲 我觉得还是台电结构的本身 如果台电没有这么多的弊端 这一两年来2011 这个辅导事件以后 大家去翻 不断的去翻 翻脚的那过程当中 都是台电有非常多的问题 如果台电这些问题处理掉 结构性的问题处理掉 里面后面有没有很多的 这个拿回扣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在这个 没有人为的 这个疏失的情况下 有很多的问题检讨掉 有很多的事情 可能会有新的面貌 也就是说那个框架 我刚刚讲了 经济结构的发展 有一个框架 然后还有台电本身的弊病 我们也看到改革 讲到今天没有改 那很多的问题 如果不厘清 只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限电 涨电价 30年来都是同样的一个调性 到我们听了30年 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喊了30年 江敏坤曾经说 台湾要停电两个小时 停电六个小时 限电两个小时 限电六个小时 过去30年没有 可是我们没有限电 没有跟菲律宾一样 所以接下来发展 到底是没有那么紧张 还是说其实还有 很恐怖的状况 大家到现在还没有预期到的 我们待会回来谈